此夫甲骨会企图 乃周晋王二十一年 鲁定公十一年 西元前四九九年 孔子年五十三岁 这年春天 齐鲁两国的诸侯 会蒙于甲骨 就是现今山东省 莱鲁县南甲骨侠 孔子当时正担任 鲁国大司寇的官子 鲁定公以孔子之礼 故使他兼待会蒙的相礼者 会中献丑礼弊 齐国官员黎处大夫 请奏四方之乐 孔子敬言说 齐鲁会蒙两军修好 奏此出满的遗迪之乐 甚为不妥 请撤去 而后齐国又奏公宗之乐 孔子又申援 匹夫迎获诸侯者 罪当诸 使齐景公深受错入 而有残舍 于是江前所侵占的 鲁国土地 归还鲁国已谢过 途中戴着官帽 正气凛然 主子乐功奏乐者 即是鲁国相礼者孔子 台上棚内 同戴官帽者 左围鲁定公 右边则为齐景公 景公旁的大夫为高招子 至于月宫旁 站的两位大夫 其中一位必是 发号昼月的 齐国大夫李楚 齐国想要在 会蒙上绝持鲁军 然而孔子早有防备 途中两边军旗 代表两国各派军队 保护军上 但鲁国部署的兵力 优于齐国 齐景公输了礼子 也输了面子 只有将军 欢 归因三弟 归还给鲁国 弥补过失 甲骨智慧 孔子不论在 言辞 风采等文士 乃至武备上 全战上风 是鲁国外交上 空前的胜利 此时 孔子正是 政治实力达到了巅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